我們終於回到登山口了 超累的 超級累 現在差不多6點02分 所以我們這樣子的話走的是11個小時 我們原本預計是希望可以在10個小時內完成的 很可惜我們這一次沒有成功的達成我們的目標 真的 但是真的太累了 那個山坡這樣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回程 回程比去程累 我們回程整整的比去程多了一個小時 好累 到這裡人程 終於到了 現在是早上的6點52分 我們現在在這個小峰口要準備上荷環山北峰 我們現在在這邊小峰口這邊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走這邊到北荷環山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看看要不要走到這邊去 來荷環山北峰啊 可以把車停在那邊有個停車場 那如果說早點來的話 後面路邊也可以停 所以旁邊多久就有這種地方 好像是要戴手套耶 還好吧這邊 你看都有階梯的樣子啊 這邊都被人走出了階梯的形狀 你看前面的山頭已經超級多人了 他這邊一開始的步道啊 就是像這種石頭岩的地形 那其實他每步都踏穩的話 不會很難走 他這邊目前為止啊 他標示都還蠻清楚的 走沒幾步路就可以看到這個 往荷環山北峰的告示牌 現在時間是7點19分 我們今天的目標呢是 爬荷環山西峰跟北峰 所以我們自己訂了兩個 撤退的時間 第一個呢就是在中午12點的時候 沒有登上西峰的話 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要撤退 因為如果說繼續堅持走下去的話 我還在走那種暗的山路 是非常危險的喔 好累喔 我覺得我們就走到北峰吧 然後第二個撤退的時間點呢就是 如果說我們走到有高山反應 或者是有抽筋的感覺的話 我們不管怎麼樣也都是要折返 好不好 就這兩點 看看我們後面 還是很美 是不是超美的 超累的 為什麼你這麼堅持一定要來爬百岳 因為不想讓朋友瞧不起啊 這麼累耶 痛苦的是早起 我覺得這一次其實 比較算是我們自己的一個 體能的測驗 我們來試驗一下大家說的一個 要跟他們去爬山以前呢 一定要先爬過的哪些山 我們來爬爬看 看我們自己到底是不是能夠 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去登山 現在覺得算了啦 真的 就嘲笑我吧 好累喔 難怪他們說我們不能去嘉明 來爬這和環山西北峰啊 大家設定的時間就是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走完 來回是標準的 但我覺得這要對邊錄影邊走的人來說 很難耶 我們就試試看囉 努力加油 到北峰點有2.2K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0.92 感覺有快要一半的感覺 你看那邊有人在搭帳篷耶 OMG 天啊 這住了嗎 一定是啊 當然是啊 不然你覺得他們在這邊休息 對 天啊我覺得這風景實在太美了 看到那個防空板 就是1.2公里的地方 總是快要到了 好辛苦喔 好辛苦 我覺得來這裡最重要的還是登山杖 其實趴每一座山最重要的都是登山杖 這裡要爬上來 是真的非常的陡 如果說你沒有靠登山杖的話 你就是完全吃你大腿的力量 我們換了信了這個登山杖還有避震喔 那裡有一個小湖伯耶 他們就在湖邊炸魚 這裡真的是風流在吹的時候很熱 然後風一吹起來的時候就非常的冷 非常冷耶 我覺得登山配備就是這樣子啊 你在店裡面試用的時候 你就都會沒感覺 就是沒感覺說 欸這個比較輕那個比較重 但真的在爬山的時候 那一點點重量都感覺到非常明顯 像我剛才拿那一隻紅色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欸不錯很好用 那我現在拿回這一隻呢 我就覺得真的好輕喔 我覺得來這裡要爬十個小時爬完真的是太難了 你知道是什麼嗎 因為要拍照 對因為這裡真的是太美了 你走到哪裡 你只要一停下來就想要拍照 黃拍啊 根本就是你隨便一個角落點 你停下來就可以拍了 真是超美 超級美的 難怪只要四個小時都晚就是一直拍啊 好啦 現在是8點07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反光板這邊 然後 前面就可以看到一堆人在那邊拍拍走 那邊路好像蠻好走的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比較沒有爬坡 就是一般的那個健行路線 然後我們現在離和歡北風的 燈頂的地方 距離是0.7公里 美理我跟你說 美理我跟你說 你看他們 那個景也太美了吧 好啦 繼續前進 加油 剛剛那段路真的好美喔 一段很長好走的路 然後左右兩邊都是好像這樣子 真的是好美 好啦我覺得今天這樣可以了啦 一路上一直在跟自己說 今天就這樣子 今天就這樣子 其實真的可以看到蠻多人 就已經在那邊拍照了 那邊應該就是我們今天的目標了 我們現在中午下去 還可以去親近吃個午餐耶 多好啊 哈哈 加油好嗎 好 不要被看不起 不要被笑話 好 告訴你那些 笑你的朋友說 我們上得去 和歡北風 加油 那邊應該就是北風頂最後一段硬的路線 好 可以嗎 這裡真的很陡 加油 我們到了 到了 好多人喔 好多人在這邊休息 然後還有跟那個標高拍照 要跟那個拍照需要排隊 真的耶 好啦現在是8點37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那個標高點的位置 這邊走上來是真的還蠻累的齁 對 但我覺得如果說走走停停 邊走邊休息的話是還蠻可憐的 後面那個姊姊好好的才給我國旗 來跟這個標高點拍照是一定要帶國旗的 超多人在這邊排隊 對 那頂的時候大家都會在這裡拍照 剛剛有一個登山的記憶的時候 我們上次來 然後拍到那邊去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個拍照的地方 就是大家會在那邊拍照 拍照的地方 嗯 拍起來就會像是你在一個那種硬嘴尖的地方拍一樣 好啦第一個百月達成了 OK好現在快要9點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荷歡山西風繼續走 那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中午折返 好走 在這北風頂的旁邊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個往荷歡山西風的指標了 這個荷歡西風啊總共有六個山頭 所以一下走一二三四五六 上上下下的 上山下山上山下山 感覺就很累 你不覺得爬山啊就是這樣子 在走的當下的時候非常的累 然後休息一下之後然後就有體力了 就又還好了 嗯 然後你再看到這一片風景 超級美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真的是有經歷就回復的感覺 對不對 我剛才在爬北風上來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說好想放棄喔 我真的覺得說我真的是到了北風之後 我就要下去了 但真的到北風之後拍拍照 然後我就覺得 超級美超級美 就會想說那我要再繼續往前進 其實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時間 還是充足的 真的嗎 應該可以吧 我覺得你這件桃紅色的衣服 在這山上拍照很 很顯眼 很顯眼 很好拍耶 真的 就是要爬山就是要穿這種亮色的吧 對亮色的衣服 我來看看那六個風頭在哪裡 一二三四五六 你是根本就隨便亂點 走 趕路趕路 真的 像我們這樣邊走邊拍 真的是不知道走多久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路看起來 好像沒有比登北風的時候還要那麼硬 還是其實是我們太天真了 好曬喔 我要把我的帽子拿下來 下面這個 遮住我的脖子 好了 這樣這脖子就不會曬了 不然我一直看地上我脖子不就曬傷 有嗎有遮住嗎 有 他這邊第一個下坡的地方 有兩條路 可以選擇走右邊這個 也可以選擇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有繩索 可以拉 所以我們有戴手套 他這邊山頭下山就是像這樣子 陡坡下來 等一下還要跑下去 還有大概七八個 七八個上山下山 第二個斜坡下來 他就是有一路的繩索的道路可以走 然後旁邊都有繩索可以拉 メロディ我必須說 這裡 對愛拍照的人來講 十個小時絕對爬不完 這怎麼可能爬得完 真的我走到哪裡 都想拍到哪裡 每一步路都有好拍的地方 真的也太美了吧 這裡 你看高山上有這種小花 好可愛喔 這裡真的好陡喔 對啊小心喔 拉好繩子喔 好啦我們又走完一個斜坡了 不知道走到第幾個了 應該第三個了吧 等一下走回來還要這樣 上上下下的 真的 走這個西風啊 就都比較是這種原始的路線了 他這邊因為比較原始 所以在今年二月以前 是要申請登山證 然後在二月以後呢 現在來這邊就不用申請登山證了 我們現在走到3.5K的地方 然後終點是6.2K 聽剛才別人說的 メロディ 萬一真的不行的話 要說喔 我們就折返吧 這樣至少我可以跟別人說 是メロディ沒有爬上去 我們折返的 不是我 現在已經10.06了 我們大概已經爬了一半的路程了 希望我有一隻GAMI的手錶 我可以知道我現在多高 然後可以知道我現在身體的狀況 我們現在標高是3100公尺 那荷歡山西峰呢 是最矮的 是最矮的啊 對 我得告訴你這個消息 還剩下2.6K 加油 好樂觀喔 還剩下2.6K 加快96 還有2.6公里的上坡下坡 上坡下坡 這個人走到這種平緩的路上之後 又開始加速了 又到了我追不上他的速度了 到了嗎 還沒 看到遠遠的地方 還有好多小人在那邊走 那就是還沒到 才會有小人在那邊走啊 我覺得來爬這裡啊 一雙好的登山鞋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 我之前試穿我朋友的登山鞋 就好硬喔 又好重 然後這次穿了這個可倫比亞的鞋子 真的是比較輕 比較軟 比較好重 對啊 我們之前去試穿了幾間的登山鞋 就真的是還蠻硬的 穿起來蠻重的 可倫比亞的鞋子 真的是有比較輕 而且比較軟 我剛剛看到幾個山友也是穿可倫比亞的鞋子 然後我這件兩感衣啊 也是我覺得很不錯的 也蠻好搭的 今天夏天的時候啊 我覺得世光棉是最好穿的衣服 那我現在買了這件之後 我幾乎每個週末我都穿這件出門 才走到一半 真的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走了三分之二了耶 竟然才走了一半 可以嗎 可以啊 那我們繼續走囉 走 真的 往上爬這麼一點點 就開始累了 累了 還沒開始 累了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等一下更累啊 還要拉繩走向 又一個山頂 又一個大頂 好累喔 都不知道山上下下幾次 真的 不知道翻越了多少個山頭 真的 真的是翻山越嶺 聽說前面那個就是最後一個山頭了 再上去 再下來 再上去 應該就到了 應該 我不確定 好累 我已經不知道走了幾個上上下下了 我們現在到了5.6的山頂了 距離終點還有600公尺 對 終點是6.2 走吧 加油 剩下一公里了 最後這幾百公尺走好久喔 看到大家也都是好喘的樣子 對啊 跟我們一樣 這麼累大家為什麼還來爬山 成就感啊 達成成就感的路上是最累的 Melody 快到12點了 我們要折返了嗎 剩下200公尺而已耶 你跟我說要折返了 你自己看 我們剛才搞錯了 不是200是700 好遠喔 到了 在那裡 現在時間是11點57分 我不知道這樣看過去很靜 走過去要多久 加油 剩下300 最辛苦的300囉 在最後幾百公尺的這邊 實在是非常的滑 要小心一點 我跑了一跤 對變小花貓了 Melody我們到了 終於 全身都是泥巴 我的臉還很多泥巴耶 對啊 KIMI FINE 終於 好累 好累喔 現在是12點20 我們爬到這了 我們爬上來呢 花了五個小時的時間 來頒獎頒獎 和歡西峰3145 你覺得怎麼樣啊 爬上來 好累喔 嗯真的 我覺得爬這個和歡山西北峰啊 最累的部分是 從登山口 然後爬上和歡山北峰的那段路最累 那段很陡 那段路呢 就會讓你一度想要放棄 覺得說 我到了北峰之後 然後就想要回城了 對 然後爬西峰的話 我覺得最累的是 因為它有 好幾個山要爬 每當那個下山的時候 那個下山的地方非常的滑 所以是以為要到 所以如果就還沒到 對 真的 那真的是還蠻累的 這一路上最常聽到的 不要到跟加油 不要到跟加油 你帶一個山頭就是了 真的 好啦 那我們要下山囉 拜拜 拜拜 趕快下山吧 還有好多路要走了 走囉 走 快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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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